听说经常熬夜的人会缩短寿命 甚至导致猝死 太可怕了 没事 可以用八角 肉蔻 桂皮 香叶 自然 各20克 盐粉冲服 每日一次 这样可以延长寿命吗 不会 但是死了以后 火化的骨灰是无香的 大师 现在遍地都是女汉子 你说咱们中华女性身上那种 温柔妩媚的气质精华 都去哪了 都让娘泡给吸收了 请问大师 你的酒量怎么样 白酒还行 啤酒一般 那你啤酒能喝多少 一斤半吧 啤酒有论斤的吗 我说的是瓶子盖 还有你吗 请问 你喜欢玩抖音吗 不喜欢 为什么要玩抖音 因为抖音记录美好生活 可是我的生活并不美好 刚才看你发朋友圈 你今天过生日呀 过生日就吃泡面呀 这不老婆出差了吗 那她也没给你点点什么吗 点了 点的什么呀 给我点了个赞 考你个问题哈 一和三中间是个什么字 二啊 我看你就是个二 那不是二是什么 是和 你们男人追女生的时候 像个正人君子 谈恋爱的时候像个色魔 结婚以后又变成了正人君子 请问这是为什么呀 我们这叫不忘初心 还有你吗 请问你有什么特长吗 我指甲特长 那你有什么不足吗 我城市不足 那你有什么缺点呢 我缺点钱 听说你上学的时候老是睡觉 是的 为什么 因为学校是梦开始的地方 那你现在还有梦吗 没了 为什么 因为我老失眠 据说 据说蜗牛睡觉可以一睡两三年 请问大师 他为什么那么能睡呀 因为他没有烦恼 啊 他不用还房贷 告诉你们个秘诀 你们追男朋友的时候 一定要追有女朋友的 啊 为什么 这样 你就只有一个对手 可别说我叫你的啊 有些人看不起你 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我很贵 别说买了 他们连看都看不起我 加油站 排队加油的车都排到马路上了 一个开奔驰的 跟一个开宝马的说 这油价啊 九块还是太便宜 要是涨到九十 这些开破车的就加不起油了 咱就不用排这么久的队了 旁边一个开幻影的 对一个开咖咽的说 要是涨到九百就好了 连那些开奔驰宝马的也加不起油了 咱们就不用排队了 刚好 一骑自行车的 被排队的车挡了路 随口说道 要是涨到九千就好了 这路上就宽敞多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